林墨宇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 头顶长着牛角 与人族有六七分相似的家伙 不知道这是什么种族 但看上去有点像是半人半牛 木带凶残 林墨宇与他的目光对视 仿佛看到了一片湿山血海 这也是个一路杀出来的狠人 人族神尊来到了林墨宇身前 挡在了林墨宇与牛头神尊之间 目光冷峻无比 浑身都透着危险气息 丝毫没有退让 那你可以试试 在他背后 法则滚滚动 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兵器 仿佛随时就会打出惊天一击 气氛在一瞬间变得无比压抑 快退 各种族的真神强者 脸色大变 急忙后退 神尊强者若是交战 他们都会被波及 生死难料 牛头神尊目光同样闪烁着危险 拳头紧握着 拳上法则持续轰鸣屋 那位与林墨宇有过一面之缘的人族女子轻声道 不用怕 师尊能护住你 林墨宇并没有说话 看上去就像是被吓住了一样 区区一个超神者 面对神尊不被吓着才怪 林墨宇的表现落在别人眼中 在463正常不过 双方在对峙了十数秒后 牛头神尊忽然松开了拳头 缓缓后退 他退让了 刚才还挺凶 现在服软了 林墨宇心中微惊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大世界中人族的强势 正如安塔瑞斯所说的 在大世界中 人族也是一个强族 不比任何一个种族差 现在看来 还真是如此 牛头神尊在后退了百米之后 传来灵魂之音 既然出来的是 你们人族的小家伙 那就让你们带走吧 这也算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 神尊总是要面子的 林墨宇能理解 我们走 人族神尊低贺一声 大手一挥 卷起林墨宇 急速离去 在飞出了数万里后 人族神尊停了下来 手中扔出一个光团 光团在星空中炸开 化作一条长约二十米的非洲 三人进入非洲之中 非洲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不见 非洲在星空之中急速航行 瞬息万里 速度之快 远超亡灵之意 可即使如此之快 在非洲内看去 外面的星辰变化依旧缓慢 就像是没有怎么动过似的 林墨宇不禁在心中感叹 大世界不愧是大世界 果然与小世界完全不同 大世界的庞大宏伟 远超自己想象 林墨宇透过非洲过窗户 看着外界星空 非洲远离了小世界 那篇代表了小世界的浓雾谜团 已经从视线中消失 告别了自己家乡 林墨宇眼神中有些不舍 心绪也极为复杂 一股清雅的茶香飘进鼻腔 林墨宇的精神未知一阵 人族神尊坐在茶桌之上 女子正在一旁欺茶 小友 过来喝杯茶吧 神尊态度很和蔼 如同慈祥的老人 没有一点架子 和刚才那霸气凛然的模样 完全不同 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前后反差有些大 林墨宇闻着茶香 想到了白神小院里的一幕幕 也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 与自己的老师再度重逢 女子见林墨宇没动 以为林墨宇是太过紧张 不用紧张 师尊很好说话的 神尊也以为林墨宇是紧张了 小友出入大世界 可能还不太习惯 不过没事 慢慢也就适应了 女子倒着茶 侧脸看上去很是精致 林墨宇看得出来 她非常专心 不是那种随意倒茶 也不是单纯因为恭敬 而是真的专心致志 好像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修行 女子不仅给神尊倒了茶 也给林墨宇倒了一杯 过来喝点吧 她以为林墨宇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 清冷的声音也柔和了三分 我叫古清玄 你叫什么 林墨宇走到茶桌边上 朝着神尊和古清玄行礼 晚辈林墨宇 见过神尊前辈 见过古前辈 在神尊和古清玄眼里 林墨宇此时才算是缓过来 这种情况 他们见得多了 不觉得有多奇怪 神尊面带微笑 老夫名号叶峰 古清玄微微一笑 不用这么拘束 不过你现在这样也正常 以后就知道了 林墨宇早就适应过来 只不过他不太说话 所以才让别人产生误会 叶峰神尊 林小友能从小世界走出来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当日清玄在小世界中巧遇小友 回来就和老夫说了 小友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还把接引预配给了小友 是以此次老夫才能感应到 前来接引 听到这里 林墨宇算是明白 原来叶峰神尊和古清玄能及时出来 都是因为那块接引预配 林墨宇取出预配 正面刻着一座山清水秀的山谷 背面则是一个玄字 预配正好对上了古清玄的名字 林墨宇问道 如果前辈没有来 晚辈会怎么样 叶峰神尊带着慈祥的笑容 也不会怎么样 你刚才也看到了 在那些人里 也有我们人族强者存在 众目睽睽之下 别的种族不敢对你怎么样 最多给你点下马威 吓唬你一下 若是针对你了手 会招来我们人族的报复 毁上几颗大星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毁上几颗大星 叶峰神尊说的轻描淡写 不带一丝杀气 但林墨宇 有种心惊肉跳之感 他知道 所谓大星 就是一颗颗星尘 在星尘之上 可能生活着一碗生灵 人族报复 动辄毁灭星尘 这种报复 未免也太过狠了 古清玄轻声道 大世界不像小世界 如果对别人不够狠 那别人就会得寸进尺 到时候受到的损伤 只会更大 只能把他们 都打怕了打死了 我们才会太平 林墨宇十分认同古清玄的话 事实上确实如此 想在残酷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对内要团结 对外要行雷霆手段 林墨宇已经知道 如果刚才叶峰神尊没来 自己或许会被威吓一番 但是并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为什么 叶峰神尊要来接引自己 仅仅因为 自己是从小世界里出来的 以叶峰神尊的身份 就算要接引人 也不用亲自前来吧 难道是因为古清玄的缘故 林墨宇一时间有些想不明白 叶峰神尊看出了林墨宇的疑惑 小友能从一方小小世界里脱颖而出 成就超神 算是极为难得的天才 对于天才 我人族向来都是无比看重 老夫正好闲着无视 再加上这次也算是 帮清玄完成任务 就随便走一趟 从叶峰神尊的话中 林墨宇听到了任务二字 古清玄有任务在身 而完成任务就是要接引自己 事情透着有些古怪 而且 为什么叶峰神尊要隔绝大世界法则 对自己的洗礼 同样让他不解 第877 朱雀星玉 第98号星系 非洲外是斑斓流光 原本的星空已经消失不见 这种画面和传颂时的画面十分相似 叶峰神尊的非洲 拥有类似于传颂阵的能力 可以在亚空间里急速穿梭 短时间内就能到达非常遥远的地方 出入大世界 直接就接触到了神尊级的人物 而且这位神尊 连同他的弟子 都对自己表达出了极强的善意 种种情况 让林墨宇十分疑惑 甚至心中生出警惕 不过想想 自己在刚转职 不久就遇到了白亿员 似乎有几分相似 古清玄一路上给林墨宇解释着 终于让林墨宇逐渐明白过来 古清玄确实是有任务在身 要从小世界接引一个天才过去 这位天才 天分越高 他得到的好处也就会越大 或许是因为缘分 古清玄遇到了林墨宇 然后就挑中了林墨宇 为了保证能顺利完成任务 古清玄不惜请了叶峰神尊 亲自来接林墨宇 至于叶峰神尊为什么出手 阻断了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每个从小世界出来的人 都会享受一次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在洗礼中 灵魂可以增强 术法可以增强 天赋也可以增强 可往往刚踏入大世界的人 还处于猛逼茫然状态 并不能百分百消化大世界洗礼 带来的好处 甚至会浪费掉一部分好处 所以叶峰神尊以神尊伟力 为林墨宇的大世界洗礼 按下了暂停键 等到林墨宇完全适应了大世界 再进行洗礼 那样获得的好处会更大 古清玄轻声道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我所接的是神城中的连环任务 你的天赋好坏 只是任务的第一环 若是将来你能进入神城 甚至踏上人族神路 我就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他很大方自然地把自己的私心说了出来 简单来说 林墨宇将来取得的成绩越好 他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 从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了两个信息 一是神城 二是人族神路 这两个地方听着就很不凡 林墨宇问道 神城和人族神路 能和我说说吗 他对大世界里人族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沿途上也是以听为主 很少说话 即使说话也是十分谦逊 丝毫没有以自己是天才自居 能像林墨宇这种从小世界脱颖而出的人 几乎都是天才 很多都傲气得不行 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模样 在叶峰神尊漫长的生命中 这种人见得多了 对于林墨宇这种态度 叶峰神尊以及古清玄都比较喜欢 古清玄缓缓开口 神城是我们人族的圣地 人族神路更是圣地中的圣地 所有人族都想进入神城攀登神路 在人族里有句话 不想进神城的人不是好人 这话让林墨宇露出微笑 不是好人 难得还能是坏人 叶峰神尊看着林墨宇 一字一句说道 你有机会进入神城 林墨宇还没有什么反应 古清玄已经惊呼 师父 您说真的 叶峰神尊宠溺地看了古清玄一眼 为师何时看错过 以林小友之沉稳 能从小世界脱颖而出的天赋 进入神城并非难事 古清玄自然是相信自己师尊的话 看向林墨宇的眼神 也变得不太一样 或许当时的一时兴起 真的能为自己带来不错的收益 片刻后 伴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 非洲离开了亚空间 璀璨的星光再度照射过来 林墨宇看到了一颗硕大无比的恒星 有几颗同样巨大的星辰 正绕着恒星旋转 古清玄解释道 这是我们人族所属的朱雀星玉 你看到的是朱雀星玉里的98号星系 里面有三颗生命大星 六颗资源 大星 以及无数小星星 林墨宇看着宏伟的星系 暗暗吃惊 这一片星系中 就有三颗生命大星 每一颗生命大星上 都生活着亿万人足 每一颗大星的规模 都远超自己的小世界 同时为了让三颗大星上的人 可以正常修炼 还配有六颗资源大星 九颗大星围绕着恒星旋转 恒星为它们带来光明 带来热量 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循环 如此规模 还只是一个星系 让林墨宇对大世界 又有了新的认知 沿途上 古清玄大概讲了一下 人族世界的构成 人族是大世界中的强族之一 拥有广袤领地 其中有四方星域 分别是青龙 猪雀 白虎 玄武 每座星域又拥有大量星系 这些星系都以编号称之 四方星域 共同拱位着中央神域 之前古清玄所说的神城 和人族神路 就位于中央神域 不过神城不是那么好路的 需要很多考核 才能进入其中 求仙花 林墨宇原本所在的小世界 位于猪雀星域的边缘 是人族领地 与外族领地的交界处 猪雀星域第98号星系 是距离小世界 最近的生命星系 按照规则 林墨宇在离开小世界后 第一站就是这里 即使没有夜风神尊 来接引林墨宇 也会有其他人族强者 把林墨宇送到这里 非洲进入了星系 朝着其中一颗生命大星飞去 古清玄解释道 这颗生命大星的编号 是猪雀98-1 也是你登记身份的地方 所有从小世界出来的人族强者 都要先去登记 取得身份 你要记着 没有身份 你在人族中将寸步难行 林墨宇轻轻点了下头 把古清玄的话记了下来 他同时想到了消失不见的莉莉安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如果他进了人族 又没有相应身份 会不会和古清玄说的那样 寸步难行 非洲降落在了 猪雀98-1号大星上 夜风神尊并没有出现 由古清玄带着林墨宇前去登记 这也是任务的一部分 他会陪着林墨宇做完全部的事 林墨宇走出非洲 看到了大量人族 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并没有什么统一标准 虽然同为人族 可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世界 有着不同的习俗 这种区别是方方面面的 古清玄说道 不要觉得奇怪 我们人族有着所有种族中 最强的包容性 无论从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林墨宇想了想 低声问道 像我这样的人多吗 古清玄摇头 不算多也不算少 毕竟小世界多如牛毛 总会有人冒头 在古清玄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登记处 登陆处规模不小 看上去是由青石搭建而成 透着古朴苍老的气息 门前排着队 足足有数百人 每个人的衣服都不一样 分明是来自不同的小世界 林墨宇有些诧异 不是说不多吗 这仅是一个星系啊 像这样的星系 在朱雀星域里 成千上万 像朱雀星域这样的 也有整整四座 那加起来数量要多到什么样 古清玄看了眼登记处 然后闭目数秒 似乎在感应什么 接着他睁开眼睛说道 来得挺巧 登陆季再有两天就开放了 不着急 我们等一会 E 第878 登记身份 人黄网络 登记处并不是时时开放的 每百天才开放一次 排在最前面的人 已经等了有百来天 林墨宇算是比较幸运 只要等两天便足够 林墨宇也意识到 自己想差了 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这么多人 而是每百天才会积累这么多人 如此想来 倒是还好 小世界确实多 可也不是时时刻刻 有人离开小世界 进入大世界 想离开小世界 也没有那么容易 要古清玄的解释下 林墨宇又得知了一些事 在人族世界里 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来历 一种是 出生在大世界里 这种人 从一出生就拥有了身份 另一种就是像他这样 出自小世界 在进入大世界后 第一站便是要来登记 人族中的强者 在各个小世界外面 都有过布置 只要有人出来 就会有人过去接引 463 这样接引 也是有奖励的 能获得收益 所以这种活 有很多人抢着干 像自己这种 因为夜蓝神尊出手 没人敢有意义 这次奖励 自然硅谷清玄所有 林墨宇也看到 排队的那些人边上 都有人相陪 那些相陪的 就是做接引任务的人 人族内部 有一套十分成熟的体系 想到了方方面面 十分完善 如此想来 自己能在小世界里 遇到古清玄 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排队的队伍很安静 没有人说话 有不少人 目光中带着好奇 打量着四周 也有人就地打坐 似乎正在修炼 只要能从小世界里出来的 无意不是天才 他们都不愿意浪费时间 林墨宇曾经也是如此 不浪费每一分时间 抓紧一切时间来提升自己 在近几年 林墨宇才缓了下来 让心境变得更加缓和 也变得更加沉稳 两天时间一会儿过 登记处的大门缓缓开启 所有等待多日的人 一个个都打起了精神 百日时光 对于超神者来说 其实并不算多漫长 一次修炼 一次法则的领悟 就不止这么点时间 队伍一点点地向前移动 登记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又过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 才轮到林墨宇 古清玄陪着林墨宇进了登记处 登记处里的设施 出奇的简单 除了一张大桌子外 就是一座复杂而庞大的阵法 再没有其他 桌子后面 一人半躺半坐地倒在那里 散发着懒洋洋的气质 他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 模样也极为随意 不止气质如此 说话的声音也是如此 有气无力 但场中却无人敢侵蚀他 这位懒懒的人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已经超过了真神 这是位神王 远比真神强大的存在 古清玄带着林墨宇来到桌前 林墨宇来自地朱雀 号小世界 每个小世界同样有一组编号 朱雀 号就是林墨宇所在小世界的编号 为了方便管理 除了少数几座重要的星系 绝大部分星系 大星 都是用编号进行表示 其中 朱雀代表了朱雀星域 98代表了朱雀星域下面的 第98号星系 后面的数字 则是小世界的编号 林墨宇出来的小世界 是朱雀星域 98号生命星系中的 3344号小世界 从编号就能看出 古清玄说的没错 这样的小世界 多如牛毛 工作人员抬起头 看了林墨宇一眼 指了指旁边的阵法 进去吧 林墨宇当即走到阵法中心 阵法闪闪发光 运转起来 一道道光照应在林墨宇身上 林墨宇整个人都在发着光 瞬间变成了大灯泡 古清玄已经和林墨宇 说过阵法的作用 林墨宇在阵法中泰然自若 一动不动 阵法会检测身份 是否真正的人族血脉 在很早以前 曾经发生过异族潜入的事 由异族冒充小世界出来的人族 最终进入了人族神城 那名异族人在神城中进行破坏 幸好及时被发现 斩杀 后来所有从小世界里出来的人 都必须通过阵法检测 阵法除了会检测林墨宇的身份 还会记录林墨宇各个方面的信息 十几分钟以后 阵法的光芒逐渐减弱 林墨宇从阵法中走出 回到桌前 这时那人拿出了一片指甲盖大小的晶体 伸手一指 晶体瞬间化作一道法则 飞进林墨宇的眉心 消失不见 林墨宇只感觉眉心处微微刺痛了一下 随后便没了感觉 显然这道法则并没有恶意 并没有激发海谷装甲的防御 那人说道 好了 身份已经登记完毕 三十分钟后就可以进入人皇网络 随后他看向古清玄 你要给他讲解一下人皇网络的用法 古清玄向着恭敬行礼 晚辈明白 虽然古清玄的师爷是神尊 但面对神王 古清玄依旧保持着应有的尊敬 林墨宇也朝着他行礼 多谢前辈 他随意地挥了挥手 嗯 你们走吧 下一个可以进来了 走到登记处外 古清玄说道 好了 你现在可以在人族世界里随意活动了 现在我和你讲讲人皇网络 人皇网络又称为人皇网络世界 是我们人族特有的一处 半虚拟半真实的世界 只要你身处人族世界里 就可以随连入人皇网络 不过在进入人皇网络的时候 会持续消耗灵魂力 不过消耗的并不多 超神级已经可以长时间维持这种消耗 在古清玄的解释中 林墨宇逐渐知道了人皇网络的用途 大世界的人族 与小世界的人族完全不同 除了实力 见识之外 人皇网络就是非常重要一点 人皇网络覆盖着整个人族世界 只要消耗点灵魂力 就可以进入其中 在人皇网络里 可以进行法则领悟 进行修炼 可以接受任务 可以查看各种信息 各种资料 除此之外 人皇网络还有许许多多功能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需要林墨宇自己去探索 仅仅是通过古清玄的描述 林墨宇就已经意识到 一张无形的人皇网络 把整个人族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朱雀星域里5.7发生的事 下一秒就能被其他星域里的人族所获知 如果有人遇到危险 可以在人皇网络里求助 只要爆出坐标 就会有人赶去 甚至 人皇网络还带有定位能力 哪怕自己无法判断坐标 也可以大概进行定位 古清玄说道 人皇网络的作用非常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皇积分 人皇积分就是钱 不管是在人皇网络世界里 还是在现实世界里 不管做什么都要消耗人皇积分 至于如何赚取人皇积分 等你进了人皇网络 自然就会知道 我就不浪费口舌了 等古清玄把人皇网络的 大概功能讲完 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 林墨宇感觉自己的意识 忽然连接到了一个莫名的世界里 眼前出现了一片虚空 眼前的画面迅速凝食 从虚幻在转眼间 就变得真实 第879 人啊 走了一批又一批 他发现 自己身处一片广场之中 这片广场 无论从建筑还是规模 都和现实中 自己身处的广场一模一样 威风徐来 浮在脸上 也同真实的世界一模一样 伸手 抬脚 起跑 跳跃 飞行 也和真实的世界完全一样 甚至 林墨宇能感受到自己的法则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竖法 人黄网络 十分神奇 眼前忽然光芒一闪 古清玄出现在了眼前 他也进入了人黄网络 古清玄脸上戴着一副面具 隐藏了容貌 不过发型和衣服都没有变化 林墨宇一眼 就认了出来 古清玄取下面具 在人黄网络中 每个人的形象 都和现实中一模一样 不过可以选择 不允许别人 查看自己的信息 再换一下衣服 带个面具 就能隐藏身份了 古清玄很禁止为林墨宇 介绍着人黄网络 林墨宇迅速对人黄网络 熟悉起来 人黄网络中 有修炼场所 有法则领悟场所 还有任务中心 交易中心等等 各种功能应有尽有 似乎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做不到 去哪里都可以直接传送 只需二十五要一个念头就行 十分方便 完全可以从朱雀心域 瞬间抵达其他心域 唯一的问题就是 做什么事都要消耗人黄积分 在现实世界中 没有身份信息将寸步难行 那么在人黄网络中 若是没有积分 也将是寸步难行 目前 林墨宇还处于新手期 每位新人 都会拥有初始的一百积分 一百积分不算多 不过足够林墨宇 用来熟练人黄网络 古清玄带着林墨宇 走了修炼馆 任务中心 交易中心 甚至还有比武场 在逛了一圈后 古清玄说道 好了 我们先离开网络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林墨宇心中一动 从网络中脱离出来 人黄网络十分神奇 可以完成大部分事 可也不能完全替代现实 有些事 还是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完成 古清玄带着林墨宇 来到了一座传送阵前 在支付了一些积分后 开启了传送 大世界的传送阵 比起小世界的传送阵 要强得多 瞬间跨越数十万公里 带着林墨宇 直接离开大星 出现在星空之中 若是用小世界的传送阵 这数十万公里 怕是要传送好一会 在星空之中 距离恒星极近的地方 漂浮着一座巨大的宫殿 这座宫殿之宏伟 林墨宇前所未见 宫殿之高超过万米 宽度至少在十万米之上 如同盘踞在星空之中的一座堡垒 恢弘的气势扑面而来 甚至让林墨宇 有种是稀感 在宫殿的正前方 五个巨大光字 在星空中熠熠生辉 人族战神殿 五个大字 散发着雄浑的气息 林墨宇本能地看去 只感觉五个大字 瞬间在眼前放大 化作一张大掌 直拍而下 大掌化作灵魂攻击 进入了灵魂世界 重重地拍在林墨宇的灵魂世界上 灵魂世界轰然作响 已经达到三品巅峰的灵魂世界 光芒闪耀 微然不动 半流离半水晶的外壳 挡住了巨长的拍击 林墨宇感受到 灵魂巨长并没有恶意 若是自己抵挡不住 也不会伤到灵魂 最多就是让自己灵魂震荡一下 结果就是 脑袋晕一下 不会有大影响 可是对自己 灵魂巨长并没有什么作用 灵魂巨长在攻击无效之后 化作无数符文 出现在灵魂世界外面 林墨宇能感受到 这些符文中蕴含着某种法则 当即开始领悟起来 他完全没注意到 身边的古青悬眼含笑意 好像在看戏一般 他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有第一次来到人族战神殿的人 都会被这五个大字来赐下马威 五个大字里蕴含的灵魂攻击 至少要二品巅峰的灵魂境界 才能挡下来 可一般来说 刚刚离开小世界的人 大多还只有超神一二阶的实力 最多也不会超过四阶 灵魂品质 也就在一品巅峰这样的水准上 肯定会受到影响 小小的出把丑是避免不了的 但也没什么 这样能让他们变得老实一点 打磨一下小世界里带出来的傲气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他惊呆了 林墨宇就像没事人一样 看着五个大字一动不动 眼睛都没眨一下 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古清旋愣住了 这算是怎么回事 难道 他的灵魂品质很高 不可能啊 至少要二品巅峰的灵魂 才不受影响啊 林墨宇怎么看 都只是超神一阶 在他的意识中 灵魂品质再高 又能高到哪去 或许林墨宇的实力不弱 甚至灵魂层次超过了等级 但灵魂品质的提升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古清旋的震惊中 一旁传送阵又有人出来 都是和林墨宇同批登记的超神者 他们都是和林墨宇 同一批登记的超神者 和林墨宇一样 刚从小世界出来 在登记完后 熟悉了一下人魂网络 以各自接引者的带领来 来了这里 人族战神殿 是接引任务的最后一步 所有人都要来这里走一趟 这些人也和林墨宇一样 本能地看向 人族战神殿五个大字 刹那间 每个人都闷哼一声 纷纷倒退 甚至还有人 当场跌坐在地上 纷纷露出亥然之色 脸色更是变得苍白 显然并不好受 他们的接引者 一个个面带微笑 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一幕 古清旋见到他们如此反应 感觉这才是正常的 自己带的这个家伙 怎么看怎么都不太正463长 此时其他接引者 也发现了林墨宇 明显是新人的林墨宇 竟然盯着人族战神殿五个大字看 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 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会这样 不只是他们不信 古清旋也不是不信啊 可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没有人出声叫醒林墨宇 当有人要出声询问时 也被他们的接引者直接阻止 大世界有大世界的规矩 打断别人的领悟 那就是生死大仇 林墨宇现在明显 正在领悟着什么 不能受影响 古清旋也只能耐心等着 过了一会 林墨宇依旧没有清醒的迹象 那些接引者带着自己的新人 走进了人族战神殿 不多时 又有一批新人到来 刚才的一幕再度重演 古清旋此时 已经从震惊模式 转换成了看戏模式 看的是别人的戏 随着新人不断到来 这一幕还在持续重复着 人来了一批又一批 走了一批又一批 只有古清旋一个人 陪着林墨宇 哪里也去不了 除非他放弃任务 要不然林墨宇不行 他就哪都不能去 古清旋都有些哭笑不得 过了整整两天 古清旋开始有些慌了 他不知道林墨宇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状态 到底正不正常 他只能求助于 叶峰神尊第八百八十 人族战神 肖战天 空间一阵扭曲 叶峰神尊出现在古清旋身边 怎么了 古清旋有些哭笑不得 他已经在这里看了两天了 叶峰神尊扫了一眼 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林墨宇现在明显 就是处于领悟状态 身上隐隐地 有法则气息在滚动 有些事情古清旋并不知道 但是他身为神尊 一清二楚 看来林小友的灵魂品质很高啊 叶峰神尊说道 古清旋也有相似的猜测 难道有二品巅峰 叶峰神尊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 这个表情落在古清旋眼中 却是另一种意思 师尊 您是说 他可能有三品灵魂 叶峰摇了摇头 为师可什么都没有说 清旋啊 你可不要忘了我们 人族的规矩 古清旋当即神色一景 清旋不敢忘 人族规矩不去探知对方的层次境界 尤其是灵魂的层次品质 除非是对方主动告诉你 要不然连问都不能问 窥探别人 那是大忌 小则招恨 大则结仇 叶峰神尊看着林墨宇 我观此子不寻常 清旋可试着与之交好 古清旋悠悠说道 师尊您经常教导 清旋要多结交好友 清旋也一直用心在做 不过结交好友 也要看有没有缘分 能不能真诚相待 叶峰神尊老怀宽慰 清旋说得没错 真诚相待是第一步 若是连这点都做不到 只是能交来些狐朋狗友 不要也罢 我观此子 心性沉稳 是个不错的苗子 但凡能从小世界里脱颖而出的 大都不会太差 大世界里 有些人看不起从小世界中走出来的 但为师却不这么认为 古清旋明白叶峰神尊的意思 徒儿知道怎么做了 叶峰神尊走了 古清旋继续等待着 原本即将完成的任务 硬硬又拖了十天 十天后 林墨宇终于回过神来 睁开眼看到了古清旋 林墨宇有些不好意思 劳烦前辈久等了 古清旋摇头 见外了 你也别叫我前辈 我没这么老 那应该如何称呼 林墨宇对于大世界里的规则 还不是太了解 他叫错称呼 古清旋轻力的脸上露出 些许笑容 如寒梅盛放 极为美丽 我们人族都是人皇之后 同宗同元 你可以叫我师姐 林墨宇也很干脆 好的 古师姐 古清旋问道 林师弟可有从五个大字中 领悟到什么 林墨宇并没有隐瞒 这五个大字中 蕴含着一道法则 但是有些零散 时间太短 我并没有太多的东西 对于这个答案 也在古清旋的意料之中 这也是正常 毕竟 这只是人族战神殿的分殿 这五个大字 也只是总殿的投影 若 是将来你想领悟到完整的法则 要去总殿才行 总殿在哪里 总殿自然是在中央神城 林墨宇点点头 将来我会去的 古清旋并没有怀疑林墨宇的话 据神城可不容易 神城是我们人族所有强者的梦想 无数人想去 但能成功进入神城者 并不多 难 才有意思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 但并没有说出来 古清旋轻笑一声 好吧 下面我们开始神城之路的第一步 说着两人一起走进了战神殿 战神殿中荡漾着肃木的气息 浓浓的威压无处不在 在神殿中央 耸立着一座数千米高的庞大雕像 古清旋轻声道 这尊雕像就是人族战神 萧战天 他曾经是我们人族中的无敌强者 战神殿就是他一手创造 据说在神城的战神总殿里 有他的传承 林墨宇抓到了曾经二字 现在萧战神不在了吗 古清旋不敢肯定 应该还在吧 但已经有很久没有出现了 无敌强者 这种层次的存在 怎么可能轻易陨落 或许就在某个地方闭关 追求更高的境界 人族世界里的琐事 对这种层次的强者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们追求的是更高的层次 更强的力量 古清旋带着林墨宇 来到了战神雕像面前 恭敬的行礼 这是每一位人族都要做的事 曾经人族遭遇过灭族之危 就是萧战天以无敌之姿 就人族于水火 为人族争下了万世太平的基业 林墨宇也和古清旋一样 对着萧战天恭敬行礼 不知为何 自己在行礼的时候 总感觉雕像在注视着自己 林墨宇没有找到感觉的源头 想了想 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错觉 行完礼后 二人走向战神殿的深处 滴答 滴答 脚步声在殿中回荡 整个战神殿无比的安静 越靠近深处 威压就越来的浓重 在这里 风都消失了 除了脚步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古清旋不再说话 改用灵魂之音 等一会 战神殿会对你检测 他们会记录你的古灵 记录你的灵魂 对你的修炼资质进行评分 你放心 战神殿不会窥探你的秘密 所有的检测除了你自己 没人知道 外人能看到的 只有你的最终评分 林墨宇明白古清旋的意思 放心 我不会做保留的 古清旋说道 等一会在测试之前 你要先进行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这样才能获得最高的评分 评分越高 获得的好处就越大 将来进入神城的机会也就越多 评分一共有四档 从高到低分别为 极 优 良 差 代表了极品 优秀 良好 差强人意 四个等级 你最好能拿到优的评价 如果拿到 极就更好了 极是极品 极限的意思 极是四档之中最高评价 林墨宇点点头 我会努力的 战神殿深处 是一座空旷的广场 广场的顶部 可以看到万点星光 无数星辰照射下来 广场中央 一座阵法正在缓缓运转着 林墨宇从中感受到了庞大无比的力量 字 马昂好 挤在这股力量面前 就像是一只蚂蚁 随时会被碾碎 面对来自大世界的力量层次 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了 想要变强的信念 在心中滋生 古清玄解释道 这座阵法叫做星辰大阵 可以汇聚星辰的力量 为整座战神殿运行提供能量一 战神殿不仅仅是传承神殿 更是战争神殿 若有战事发生 所有战神殿都是最为强大的战争兵器 林墨宇点点头 在他的感应中 战神殿比自己的诸神堡垒还要强大 怕是发动起来 连神王都能击杀 在阵法之后有一排石屋 石屋有大有小 石屋前 一位老者盘歇而坐 他穿着青色长衫 看上去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可林墨宇在看向他的时候 却觉得 看到了一座高山 看不到边际 无穷高的山 在下一秒 这种感觉便消失了 之前看到的 就如同错觉一般 第881 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古清玄带着林墨宇 绕过了阵法 走到老者面前 恭敬地对青山老者行礼 清玄见过罗老 罗老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有金光闪过 林墨宇在这一刻 仿佛再度看到了那座高山 近乎无穷高的巨山 罗老的声音 苍老又平和 如高山中吹来的风 透过了密林 不疾不徐 是清玄啊 这次是带新人来了吗 古清玄轻声道 是的 林师弟刚从小世界里出来 林墨宇此时也朝着罗老行礼 林墨宇见过前辈 罗老恩了一声 年轻人不简单啊 古清玄微微一愣 罗老明明是刚见到林墨宇 话也只说了半句 怎么能看出林墨宇不简单 罗老继续说道 能让夜兰神尊 出手阻断大世界法则洗礼 想来不会简单 原来是如此 古清玄知道 是自己想岔了 古清玄说道 罗老 我想租一间修炼室 罗老恩了一声 现在还有三间修炼室空着 规则你都知道 自己去挑一间吧 谢谢罗老 古清玄再次行这里 罗老挥了挥手 声音带着慈祥 去吧去吧 修炼室就是后面的石屋 这里一共463有一百间石屋 可以同时容纳百人一起修炼 以人族的基数来看 哪怕是98号星系 至少也有数十亿人族 百间修炼室 未免有些太少了 古清玄解释道 我们人族的修炼室 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人魂网络里的修炼室 在人魂网络里 可以感悟法则进行修炼 第二种是生命心上的修炼室 在那里修炼 感悟法则的同时 还可以修炼灵魂力 因为有阵法的帮助 修炼效果会比在人 魂网络里好一点 第三种就是战神殿里的修炼室 因为星辰大阵的存在 战神殿里的修炼室效果最佳 只不过费用也最贵 人魂网络里的修炼室 没有数量限制 随时可以申请 每一百积分 可以修炼一百天 生命心上的修炼室 每一百积分 可以修炼十天 战神殿里的修炼室 一百积分 只能修炼一天 三种修炼室 效果各不相同 收费也各不相同 同样一百积分 在战神殿里 只能修炼一天 而在人魂网络里则 可以修炼一百天 最贵的与最便宜的 相差了足 足一百倍 凌莫宇现在全身家当 也就一百积分 只够在战神殿的 修炼室里待一天 古清玄来到了一间 修炼室门前 并没有进去 而是继续叮嘱道 这次租用修炼室 主要是让你进行 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我现在和你说一下 大世界法则洗礼的事 你听好了 从小世界出来的人 因为种种限制 大部分人都没有 把天赋搬运出来 达到超神级之后 天赋世界的大门 基本上已经关上了 但是在大世界法则洗礼时 天赋世界的大门 会再度开启 这是一次机会 也是唯一一次 能让你把天赋搬出来的机会 过了这一次 天赋世界的大门 就会彻底关闭 所以当时师尊出手 阻止大世界法则 对你的洗礼 是让你做好准备 趁着这次机会 把天赋搬出来 古清玄觉得 以林默宇的灵魂强度 搬运天赋 应该不成问题 小世界里的人 认知有限 大部分都没有搬运过天赋 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就是天地规则 给修炼者最后一次机会 古清玄说完之后 生怕林默宇没听清楚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现在可以问我 林默宇想了想 如果天赋已经搬出来了呢 古清玄当即给了答案 如果天赋已经搬出来了 那么大世界法则 就能对天赋进行增强 这也是你们的劣势 你们会比我们 失去一次增强天赋的机会 不过这个是可以弥补的 最重要的是把天赋搬出来 林默宇没有再多问 古清玄支付了积分 打开了修炼室的大门 每天都要一百积分 在支付积分的时候 林默宇明显看出了 古清玄眼中的肉疼 显然这一百积分可不便宜 修炼室的大门缓缓关闭 在大门关闭的瞬间 林默宇感觉自己 仿佛身处无边星空之中 大量星光携带着磅礴力量 无穷法则从四面八方射来 笼罩着整座修炼室 这些法则虽然还没达到 具现化的程度 但已经十分清晰 在这里感悟法则 事半功倍 需要一百积分 才能使用一天的修炼室 物有所值 若是拥有足够的积分 能一直在这种环境下修炼 对法则的领悟速度 将会十分惊人 林默宇还是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感受大世界法则 比起小世界里的法则 大世界法则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繁多 也更加的强大 林默宇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后静下心 盘息而坐 手指捏出一道符纹 伴随着一声清响 叶峰神尊对林默宇所做的隔离 在这一刻崩解 对大世界法则的隔离是 叶峰神尊做的 解除的方法 一早就交给了林默宇 只要林默宇需要 随时可以解除 隔离解除 林默宇再次暴露在了大世界法则之下 大世界法则的洗礼正式开始 林默宇感觉到 有一股难以想象的伪力 进入了自己的灵魂世界 瞬间穿透了灵魂世界的防御 直达灵魂本体 灵魂世界已轰轰作响 灵魂本体在大世界法则的沐浴下 感觉十分舒服 天赋巨树反应极为剧烈 它开始肆意吸收来自大世界的力量 它开始急剧成长 变得更加粗壮 天赋巨树越庞大 带来的天赋就越强 同时可以更加快速地提升 林默宇的灵魂力量 古清玄说 大部分从小世界出来的人 会比他们这种大世界里的人 少一次增强天赋的机会 林默宇知道自己不在此脸 自己的三个天赋早就搬了出来 并且融为一体 化成天赋巨树 此时在大世界法则的洗礼下 正在迅速成长 林默宇很想知道 经过大世界法则的洗礼后 自己的天赋能强到什么地步 忽然间 一抹璀璨金光 从灵魂世界的深处爆发出来 这抹金光来得及无比突兀 彻底照亮了灵魂世界 连大世界法则的光辉 都被它掩盖下去 神周顶 林默宇低贺一声 自从得到之后 便在没有动表的神周顶 现在竟然动了 神周顶从灵魂深处飞来 来到了天赋巨树边上 把大量金光 倒在了天赋巨树之上 金光如水 浇灌着天赋巨树 让天赋巨树成长得更快 这些金光就是神性之力 浓郁无比的神性之力 天赋巨树发出欢快的声音 它显然十分喜欢 神周顶带来的神性之力 这是天赋巨树受到的第二次浇灌 来自大世界法则 和神性之力的共同浇灌 R4 第882 天赋增强 承载法则 天赋巨树的每一次浇灌 都预示着一轮新的成长 成千上万根枝条垂下来 无比茂盛 林墨宇能感受到 从天赋巨树上传来的喜悦与清呢 他是自己的天赋 也是自己的孩子 一条条柳枝缠绕上来 把灵魂本体团团包围起来 接着柳枝上燃烧起熊熊烈焰 紫色的火焰再次焚烧灵魂 灵魂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 不过林墨宇已经习惯 这么点疼痛并不算什么 在疼痛中 灵魂中的杂质再度被炼化 被剔除 灵魂变得更加敏锐 也更加强大 同时 林墨宇还感受到了 有大量神性之力 从柳枝上传递过来 进入自己的灵魂之中 擦 灵魂之中 忽然响起了轻微的碎裂声 林墨宇同时感觉到浑身一清 仿佛有枷锁碎了 紧接着 林墨宇看到了自己灵魂的胸口位置 出现了一个白点 白点迅速在眼前放大 赫然就是一道复杂无比的符文 符文在闪烁着 持续不断释放着诅咒的力量 大世界符文的诅咒 林墨宇不是第一次见到大世界符文 但自己体内的大世界符文 还是首次见到 他一眼就看出 自己的这道符文 只是真正大世界符文的衍生品 可不管怎么样 他的力量都来自大世界符文 拥有普通人难以抵挡的力量 符文的诅咒一直影响着自己 压制着自己的竖法威力 压制了骷髅们的强度 让自己的竖法无法承载法则 现在符文上出现了一条裂痕 这道裂痕 让诅咒的力量大幅度下降 林墨宇心领神会 他当即尝试着 让竖法去承载法则 一只骷髅神战士出现在身前 林墨宇弹出一丝不死法则 落在骷髅身上 在以前 只要这丝法则落在骷髅身上 骷髅将会瞬间崩溃 竖法只能使用自己所带的法则 无法承载外来的法则 这样大大降低竖法的威力 但这次 骷髅并没有崩溃 他吸收了林墨宇弹出的不死法则 身上出现了灰白色气体 骷髅的气息暴涨 瞬间突破了以前的极限 表面看上去 骷髅的等级依旧是超神一阶 这是因为 林墨宇的灵魂层次就是超神一阶 骷髅不可能超过这个极限 但是实际战力却非如此 不死法则为骷髅带来了更强更致命的攻击力 不死法则中死的一面 彻底地爆发出来 每一次攻击都将带有浓郁死亡气息 骷髅神战士 犹如一尊死神 不死法则同时也为骷髅本身带来了强大的恢复力 即使没有巫妖将军 骷髅本身也将拥有极强的恢复力 不死法则的死与生 在骷髅身上完美体现出来 我生 你死 这就是骷髅神战士带给林墨宇的感觉 接着林墨宇又做了几次实验 他现在掌握着2%的不死法则 但术法只能承在其中的一半 也就是1% 诅咒的力量依旧存在 只是减弱了 可即便只是如此 也足够让他感到喜悦 诅咒的力量被瓦解的一部分 令得术法可以承在法则 他的实力大幅度增长 他相信 总有一天 诅咒的力量会彻底被解除 到时候 自己将能发挥出术法的全部威力 修炼事外 古清玄眼中有些担忧 他担心林墨宇不能成功把天赋搬出来 若是没有天赋加成 那么在接下去的考核中 评分必然不会太高 评分不够 就进不了神城 未来发展也会有限 虽然这并不会影响 自己与林墨宇之间的关系 他也不会因为小事林墨宇 依旧也会把林墨宇当成朋友 可至少也会有点小小失望 小清玄是在担心吗 罗老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古清玄见到罗老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古清玄明亮的大眼睛转了一下 带着笑意跑到罗老面前 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罗老眼中带着慈祥的笑意 不用担心 他的天赋搬出来了 而且他的天赋不弱 罗老坐镇战神殿 对战神殿里的事都能有所感应 同样是接受大世界法则洗礼 有没有顺利搬出天赋 这点还瞒不过他 听到罗老的话 古清玄的心总算是放下 只要天赋出来了 等一会的考核成绩也不会太差 罗老笑着问道 清玄是不是看好他 古清玄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到林师弟 是在小世界里 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太寻常 我还把建议预配给了他 罗老明白古清玄的意思 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 希望如此吧 我能不能进神城 还要看他了 古清玄悠悠说着 球仙花 林墨宇的成绩好坏 关系到他获得的奖励 牵涉到他现在正在执行的任务 任务做得好 他就有机会进入神城 洗礼逐渐结束 神舟顶也停止了浇灌 此时的天赋巨树已经高达两百米 在根部有紫色火焰熊熊燃烧 万千柳之中有金光在流淌 天赋巨树的根系已经不知道扎根到哪里 扎进了莫名虚空 不知去向 他不断吸收着能量 转化成精纯的灵魂力 送给灵魂 哪怕他进行修炼 只要灵魂层次提升上去了 灵魂力分分钟就能补充上来 在灵魂吃饱喝足后 多余的灵魂力就会散入灵魂世界 让灵魂世界变得更为强大 灵魂居查看着自己的灵魂世界 在灵魂世界之外 有一层坚固的外壳 就像是铠甲 保护着整个世界 外壳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透明 如同水晶一般 只有一小部分还是琉璃模样 灵魂本体上 金色只剩下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玉色 玉色灵魂 水晶世界 只要达到这一步 就是四品灵魂 一品超神 二品真神 三品神王 四品灵魂就是成就神尊的基础 也是成为神尊最难的一步 无数人被卡在了这一步 千万年难以寸进 灵魂居仅以超神一阶实力 近乎达到四品灵魂的境界 说出去 鬼都不会相信 洗礼结束 灵魂居查看了自己的天赋 志强 二阶 数法增幅200倍 王灵军团所有成员 共同承担伤害 共享生命与精神 所受到的伤害减少两倍 王灵军 团集主人 在受到致死伤害时会获得新生 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 所有术法重置冷却 每五十秒可新生一次 天赋成长到了二阶 术法的增幅 直接从一百倍增加到了两百倍 王灵军团所要承受的伤害 也从一倍增加了两倍 如此一来 王灵军团的强度 在原先的基础上 提升了足足四倍 灵魂居本身 对元素和物理类的法则 减伤 直接从一万倍 跳到了四万倍 这种程度的减伤 灵魂居觉得就算是真神五阶 也很难再杀死自己 全面新生天赋的冷却 又少了五秒 变成了五十秒 这也算是不小的提升 自己的天赋太强了 强到可怕 安塔瑞斯说 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天赋说出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 R4第883 很多时候 说不如做 灵魂居收射新神 再次恢复到云淡风轻的模样 古清玄等在门口 见灵魂居出来 立即问道 怎么样 天赋搬出来了吗 虽然 罗老已经给了答案 但古清玄 还是想听灵魂居亲口回答 灵魂居点点头 搬出来了 天赋当然搬出来了 只不过不是刚才搬的 搬的也不是一个 古清玄轻力的脸上露出笑意 搬出来了就好 现在我们去做最后的测试 记者我和你说过的 最后的测试 你要全力以赴 仅可以达到高评价 如果你将来想进入神城 这一点非常重要 神城只收天才 任何差一点的 神城都不会要 而且林墨宇取得的成绩越好 古清玄这位接应者的奖励 也就越好 刚才为了让林墨宇 接受最好的大世界 喜泽洗礼 古清玄已经投资了100积分 要是林墨宇的 乘463技不好 那就亏了 林墨宇把古清玄的话 记在心里 神城 他是一定要去的 一路上已经听古清玄 无数次提起神城 那可是所有人族修炼者 最向往的地方 古清玄也想去神城 他正在努力着 古清玄带着林墨宇 朝最后测试的地方走去 不一会 远处传来说话的声音 林墨宇看到一群人 正聚在那里 在进入战神殿后 一路都是安静清冷 只有这里相对热闹一点 林墨宇认出那些人 就是在登记处外排队的人 其中有像自己一样的新人 也有像古清玄一样的接应者 林墨宇的到来 立即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当时在战神殿前 林墨宇注视五个大字的模样 都被他们看在眼里 有人眼中露出一丝不服气 同样是小世界走出来的人 为什么林墨宇能瞪着五个大字看 而自己不行 难道自己不如对方 同样都是超神级 同样都是从小世界走出来的 一个个都是小世界里的天才 傲气无比 林墨宇无视了他们的眼神 走到了队伍最后面 安静等待 考核是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进行 从外面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在考核结束后 才会得到一个最终评分 至于过程 是严格保密的 据说除了战神肖战天本人 谁都无法窥视 严密保护了考核者的隐私 古清玄指着考核屋子的旁边 你看那里有一枚星辰水晶 考核结束后 星辰水晶会发光 表示得到的成绩 白色代表叉 绿光代表凉 红光代表优 金光代表极 想去神城 拿到做了的评价 那是最基础的 若想把握大点 那就必须拿到极 林墨宇忽然有些好奇 你测试过吗 古清玄并没有隐瞒 测试过了 成绩是极 古清玄能成为叶峰神尊的弟子 其天资不用说 肯定是好的 拿到极等评价 也属正常 不过连古清玄这样 还没能进入神城 可见进入神城是有多难 这时星辰金亮了起来 透出一抹红光 只是红的有些微弱 古清玄解释到 就算同样是优的评分 也有强弱 光芒越浓重 说明同等级中 评价越高 像他这种的 只能算是优下 优等里最差的 古清玄话音刚刚落下 顿时有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再差也是优等 不知道你带来的人 能拿到什么评价 闻声望去 一个男子正朝着古清玄瞪过来 目光中带着不善 古清玄的话 明显让他感到了不舒服 那人瞪着古清玄 一副要比比看的模样 古清玄淡淡说道 那要试过才知道 那人冷笑一声 我记得你 当时我们一起 接了神城任务 这么说来 我们还是竞争对手 古清玄回忆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你了 古清玄极为美丽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惹人眼球 被人记住也很正常 再看那男子 虽然气息很强大 不比古清玄弱 但模样太过普通 属于路人 男子微微一致 声音逐渐放大 你会记住的 我叫盛高轩 以后我的名字 会响彻神城 他的话中充满自信 林默与暗自点头 虽然这家伙有些自负 同样也很有自信 想成为强者 自信是基础 坚定得信念 不屈的意志 不懈的努力 缺一不可 如果连自信都没有 弹劾成为强者 古清玄只是淡淡一笑 不再说话 与人争论没有必要 有的时候 做笔数重要 这一点 与林默与十分相似 林默与与古清玄相视一笑 各自明白对方所想 屋门开启 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气虚稍显虚弱 身上法则还在剧烈涌动 尚未平息 战斗是检验实力的最好标准 这话放在哪里都适用 在他出来后 另一个人站到了屋前 把手放在了星辰水晶上 星辰水晶微微一亮 投射出几个数字 98 接着屋门打开 他走了进去 古清玄解释到 98是他的年龄 年龄也是考核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 同等实力的 年龄越小 评分就越高 林默与能理解 同样是超神者 越是年轻 往往就证明 天赋越高 潜力越大 虽不是绝对 可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如此 超神者寿源从五百年起步 每生一接 寿源就提升百年 98岁 对超神者来相当年轻 林默与从几人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惊恶 他们显然是 惊讶对方竟然会如此年轻 年不过百 不错不错 他的接引人十分满意 古清玄也低声 确实挺年轻的 能在百岁前达到超神 放在大世界里 也属于中等了 林默与问道 大世界里的人 一般几岁能到超神 古清玄思索了一下 这个不好说 相差很大 百岁前能达到超神就算不错 如果是八十岁前就能超神的 那就属于天才 据说神城里有些天骄 在五十岁之前 就能达到超神 林默与想到了自己的小事件 在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之力复苏 能让一个普通人 在几年内达到神级 但这种方法 有点类似拔苗助长 对未来有损 大世界里的人 必然不会这么做 所以能在五十岁达到超神 确实很强了 古清玄并没有问 五点七零默雨的年龄 反正一会就能知道 无需多问 三小时后 星辰水晶再次亮了起来 红光照亮四周 同样是优等的评价 但比刚才那人的红光 更为明亮 优等 中篇上 他的摘引人忍不住高呼一声 十分兴奋 眼神中带变的骄傲出数分 能摘引到一个优等的人才 他能得到不少好处 虽然大家都是优 可也有强弱之分 其实人族完全是有能力进行细分的 但并没有进行细分 林默雨大概能理解 为什么不再进行细分 这只是暂时的评价 未来谁都不知道 若是真要细分 那大家以后就不用比了 就看谁的天资强的了 天资只是一方面 在实际战斗中 还要看战斗经验 数法使用技巧 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 医疑